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担心害怕不敢买的 有再次减便宜货的机会 可是没想到今天竟然比想象中来的强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盘中一度跌到700多点 那收盘跌597点 纳达克跌了1.59% 飞行报道体跌了3.63% 欧洲跌比较多 欧洲股市跌幅 你看法国跌到3.93% 德国跌到3.84%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谈判没有结果 一定没结果的啦 因为各持己见 不可能那么快会有结果 你看乌克兰还是 一直坚持要加入北约 那俄罗斯要求乌克兰 你要放弃武力 才有谈判的机会 No calling 武力放弃了 光他拍电话就讲什么 你投降了我们就来谈 那怎么可能会投降呢 对不对 你把他打成那个样子 还叫人家投降 那投降了 那就变成愚屈欲求 根本就不用谈了嘛 是不是 所以各持己见 谈判不会那么快 那谈判没有那么快完成 可是恶劣是俄罗斯 一边谈又一边打 而且现在不单是首都 连第二大城都开始攻击了 那据说已经快拿下来了 所以欧洲股市受到这种 地缘政治的干扰 跌比较多 那美国单 美国也插了一脚 因为美国是全世界 资金的集散地 美国市场最大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资金 所以他的交易本来波动 就会来得比较剧烈 可是还是有好的 什么好的 战争受惠的 你看油价 油价现在夸张了 昨天晚上看油价的时候 104美元 早上看107美元 现在已经109美元了 这是战争受惠的商品 油价原物料 那油价标照理讲 硕化股应该要起来 可是硕化股资金反而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流露 所以这是受惠的族群 可是资金没进来 所以变成只有小涨而已 那既然有那样利多 那你就要注意资金的流露 所以是只要资金往 硕胶股流露 马上就会创造行情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打仗 所以大家都眼睁睁 盯着塑胶股在看 目前塑胶股占比重只有2.1% 还不够 昨天台塑南亚有稍微动一下子 可是量也不是很充足 这几天战争如果还没平息之前 那塑胶股一定要随时注意 资金是否有流露的现象 如果有那马上就会动 那最近比特币也跟着大涨上来 比特币昨天一天大涨5.4% 比特币目前的报价 又重新回到4万美元了 目前比特币是4.4万 4万4千米金 最近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时间 从34,900美元 现在来到4万4千美元 也涨了27% 所以比特币概念股也是相对 另外受惠的一个族群 所以不是只有原物料跟航运股 比特币概念股最近也开始受惠了 那昨天 金属价格又大涨 昨天美国股市下跌 最强的焦点 是在钢铁股 美国铝业大涨5.89% 美国钢铁也大涨2% 昨天美国的钢铁股 都去2%以上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钢铁股 当然表现也是很清楚的 今天成交量预估 3,193亿 3,193亿 钢很多 所以很多人看到 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 又轻松了 心心又轻松了 原本看昨天涨那么多 大家想要追 就昨天融资也没增加多少 不敢追 大家都想说下来要买 真的来了 又轻松了 预估量只有3,185亿而已 那预估量3,185亿 今天成交量里面 电子股正44% 行股26% 钢铁股8.2% 钢铁股资金流露很明显 那目前整个盘是 钢铁股也是最强的 指数涨1.6% 我们来看一下钢铁股的部分 钢铁股今天是全面红通通的 但比较投机的比较会涨 你看一桶涨了7.8% 官田2.8% 智联涨停 那老机的原本就比较差了 这大也是老机的 那昨天铁股涅的报价 分别都涨3%以上 我们来看 而且都继续创14年新高 昨天铁的价格 25557美元 3.63% 铝的报价也大涨 3.34% 3501美元每顿 继续创14年高 所以钢铁股的部分 大成钢昨天外资有卖一些 昨天外资卖了1万多张 人贪钱要买 都合理啦 你也不能限制人家不能卖嘛 加上前部的套牢 量还蛮多的 所以接近套牢区 有一些想要偷跑的都正常 可是帐还没打完 报价还在涨 大成钢第一季的业绩 会很强 所以短线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短线指数会区间 价格会区间震荡 因为套牢量 你最近有40万张 你还没40 像昨天只有10万张而已 要解套牢不容易 所以暂时你可以做区间差价操作 后市还是有机会再上去的 因为整个铝跟镍 金属的价格还在涨 我们看一下航股的部分 今天航股长龙 一度来到154元 那短线指标高了之后 因为分线指标 30分的指标已经在高档 所以短线会洗 可是我们发现到 今天还是很强 因为147块钱的套牢区已经过关了 所以长龙这个要回空间不大 走走停停 阳明涨0.5元 阳明套牢区还没有过 可是长龙涨阳明也会跟着涨 那两个都是在上涨33天的时间里面 所以有破坏 随时都会冲出去 你看今天日本股市大跌 可是日本三大海运股 三井今天还是涨 而且创历史新高了 游船也创历史新高了 三井今天涨0.24% 那游船是1.56% 三井还没有创新高 长龙涨阳明的高点 七个200几块 还差很多 那南韩现代商船 目前涨2% 最近过年后 涨了一波50几%的行情 所以相较之下 长龙跟阳明的幅度 还是远远落后国际的海运股 所以随时还是有工的机会 尤其只要年报发布 加上配息率发布 因为现在大家还在怀疑 到底会配多少 能不能配个50%出来 我跟你讲 不会配太差了 为什么都不会配太差 你年终奖金发得那么爽快 那配给股东 如果配的没有让股东满意 会被股东无码分失啊 因为你在发年终奖金的时候 股东心里是在淌血的 所以要公平啊 所以估计长龙阳明 配的部分应该也会不错 因为目前正好赚钱的时候嘛 你不配出来 你还是要给政府客 保留盈余的税收嘛 所以与其给政府客 还不如怎么样 还不如就大方一点 让股东也高兴会 所以同行民股票有的投票 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新复发果然还是很强哦 还是很稳 有得继续剥的啦 等于比台七倍而已哦 电子股钱很少 首先电子股几乎都跌 所以你如果高涨的股票下来就会很快 你看紧缩一跌就跌到两%去了 那亥伯德就比较抗跌 只有0.3元而已 金融股比较弱 因为这次不管是经济的制裁 或者是在大陆当 在俄罗斯当地有一些金融机构的 都要提列一些损失 所以银行股的部分尽量先不要碰 联发科今天跌了30块钱 联发科我就跟大家讲过啦 1100这里我就不想再讲了 因为已经在高涨了 联勇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压回5块钱 这有终于要硬硬硬硬 昨天外资也开始转为买进了 那今天反而敦态比较强 敦态涨了3块钱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台积电跌1块钱 内资跟外资在大车面 外资一直在卖 内资一直在买 那联电跟日月光 昨天外资已经开始买进了 联电昨天外资买的还蛮多的 24000张 这台没已经出来了 日月光 外资昨天也是加码的 昨天外资买了4465张 但这些大型全职股 还是需要整个大盘 方向的带动 才会跟着一起动 那旺宏就不用讲了 外资一直在买 昨天又买2693张 旺宏的配股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少 1.8 我也是觉得不够多 可是没办法 旺宏历年来配息率都是40% 那你长期都保持40%的配息率 市场都习惯了嘛 对不对 因为配股配息 不是因为一时喜好 来做决定的 在公司章程里面 一家公司在申请设立的时候 就会有公司章程 在公司章程里面 他就要把配股配息率 一定的比例 写在里面 这是对股东的一个保障 不然如果董事会自己自肥 都不发股息 那股东就倒霉了 对不对 所以在公司章程里面 他会有保障的配息率 所以愿意多配 当然很好嘛 可是至少 他会有一个配息的比例 旺宏历年的配息率 大概都40% 所以这次配一块半 其实大概也是在40%上下 去年赚了6.4 里面有大概一块多 是业外的 那业外本来就不会配嘛 所以本业大概5块钱左右 5块钱左右如果40%是两块嘛 他配1.8 所以接近40%左右 还可以接受啦 重点是 本业比很低嘛 对不对 殖利率大概有4.5% 本业比只有6倍而已 所以外资还是持续在加码当中 我们没那么刺激 我们35号就开始一路买起来的了 都已经贪了30%左右了 所以无所谓 好 今天大田明安 又继续在加码 这随时会冲出去哦 注意哦 随时会冲出去哦 明安也是一样 随时有机会冲出去哦 有破掉 我们近年已经就开始在买了 那比特币昨天也继续涨 刚刚给大家看过 所以比特币干练股的部分 G加 这个整理时间 现在三天已经结束了 华硕本来就很稳了 现在就要等数据的刺激 只要数据一发布 华硕G加 都有攻击的机会 电子股间普遍比较弱 因为市场资金 从电子股流出 你看国际间还是跌6块钱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盘中比较没有办法 跟大家录那么长哦 也是要看拌啦 三月份的行情 这几天如果还要蹲下来的话 赶快掌握压回的机会 那选股的焦点 你从这方面下去找 年报高获利低北一比 或者配高股息高值利率 对这两座路车 三个四个两个探30% 绝对可以达成 要为自己定个目标 未来两个月三月四月 帮自己达成一个30%的获利 因为机会存在 你如果没有达成 那代表不及格 所以 还是要跟大家强调 这两个月权力的冲刺 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那发行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到底来做 锅票再来找 我带你进我带你出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就继续不保险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